各位表迷你們好 大家看到對面的高樓大廈、商業、住宅 就是九龍最貴的地段之一 就是原坊和上面的上蓋物業 大家看到有天璽、海船門、君臨天下、養日居 基本上都是九龍區最頂尖的物業之一 今天為何會來到這裡 因為我聽聞原來附近的西九龍文化區 有一個特別的展覽 當然跟錶有關 所以很想今天去看看 究竟有沒有能進去看看 我今天準備了一隻手錶 會去踩場 說得踩場 即是說這隻錶不是牌子 不要緊 牌子那些我沒有 唯有找這隻錶 去踩場看看能不能進去 如果能進去就好 其實西九龍文化區我自己都未去過 即是經常聽 之前聽過好像有甚麼紅酒展 總之就是很多東西 還有現在還有這個香港故宮展區 M-Plus的Museum 聽就聽過 但你說自己去就真的未去過 所以這次也挺興奮的 但今天真的很熱 最高都是34度 真是有點頂不順 看一看這一架Food Truck 那些東西好像很好吃 還花了30元 有小食 有飲品 還有飯 還有飯 很可惜 它是不開的 星期一 如果不是喝杯東西也好 這麼熱 34度 那就沒辦法了 繼續前進吧 應該有些餐廳 那些咖啡室 應該有的 沒理由這麼大一個文化區都沒有 真是很空曠 所以越空曠就是越曬 前面看到這個建築物 應該就是故宮博物館 今天就未必進去看 因為我主要也有一個目標 看到有這個西九文化區的地圖 其實它真的挺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給小朋友 有些藝術館 還有古宮博物館 還有它有一些定期的展覽 這次的展覽 當然不是長期在這裡 都是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昨天開始的 9月18日開始 我今天才有空可以來一來 其實也是一個星期 所以不知道看不見 如果秋天來就好 可以坐在草地 又不是那麼曬 更加涼快一點 今天就比較熱一點 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真的挺漂亮的 左邊就看到古宮博物館 然後有些椅子 讓大家坐一坐 右邊還看到九龍站 圓芳上蓋的物業 整個大皇冠 真的很漂亮 還有這個天制一百 不知道待會有沒有機會 去看一看 其實我講的這個展覽 就在這個建築 Art's Pavilion 那裏做了一個展覽 就是9月18日 至9月25日 所以今天就是第二天 就在這個位置 有這個牌子 去做一個50周年紀念 紀念甚麼呢 其實真的巧巧 其實剛才剛才出了一集 是介紹這個Carsio 提過AP的Royal Oak 就是1972年推出的 當然就是很破格的設計 當年金錶才是王者 它突然出了一隻 不手鋼 還是八角形的手錶 但價錢跟金錶拍得住 真是很破格的 其實1972年 今年是2022年 就是AP的Royal Oak 推出50周年 所以我來到這個地方 剛巧我帶著這隻 也不是剛巧 是特意的 帶著這隻Carsio 沒錯 這隻有黑殼的Carsio 綠帶綠面 跟我之前介紹的 有些不同 不過綠色 現在也是很熱的 所以特意找一隻綠色 給大家看看 再配合綠柔柔的草地 和花位 真的很配合 我走過去 有保安告訴我 你要預約 我沒有預約 大件事 立即看看 上網 現在還有沒有預約 我都可以把連結放在描述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可不可以預約 但我發覺 我進去的時候 已經滿了 我就不知道是滿了今天 還是滿了整個活動 但總之 就沒得讓我進去 還有 守衛心嚴 每一個門口都有一個 有一個很帥的Secure 在這裏 在這裏 所以我唯有 示威一下 不能進去 但幸好我手上 都有一隻Carsio 一點都不輸蝕 其實有標迷看完我之前的影片 都說本來想著買AP的Royal Oak 但看到這隻便宜那麼多 但其實又很有手感 看起來又很帥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雖然Carsio和Royal Oak 我相信它都有兩個完全不同的 觀眾層的客戶 我相信很少標迷會說 我不買 本來很想買APRoyal Oak 但不買了就買一隻Carsio 或者反過來 本來很想買Carsio 不買了就買一隻Royal Oak 其實都比較少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隻Carsio 其實都給我一個高級標的感覺 但你看清楚當然是跳字、石櫻 但你戴上手 因為它是金屬殼的緣故 我這隻不是金屬帶的 只是金屬殼 但手感、重量都不差 我現在去到這個M Plus Museum外面 讓大家看看這個環境真是一流 雖然我今天進不到這個AP展覽場地 但我也沒有後悔 因為這裡真的挺漂亮 而且因為這個時間都不是很多人 當然因為太曬的緣故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躲在這個博物館 不知道在哪裡裡面 看到這個地方景色一流 非常曬 不過景色真是一流 可以看到這個香港島的景色 和九龍的景色都一膽無為 老實說 如果你帶點食物來 坐在太陽傘下 看看這個景色 然後又喝東西、吃東西 真的消磨大半天或一天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它真的有很多博物館、藝術館 其實還有戲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欣賞、參觀 其實一天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唯有走馬看花 自己又看看 還有拍攝給大家看看 知道原來西九文化區 這個地方也挺有趣的 有很多東西都值得看 不過很可惜 這次我進不去 不能將Casio拍攝在AP Royal駕駛 沒辦法 但心有不甘 這麼遠的路來 為何看不到一隻高級瑞士碗錶 突然想 對呀 剛才不是說 原方有很多高級手錶的店鋪 手式的店鋪 總之高級的店鋪都會混雜 不如由西九文化區走回原方商場 看一看 就算買不到 即是可以在外面購買 即是可以在外面拍攝 我相信他也不會罵我吧 好 現在先去原方商場看一看 而且外面真的曬得太厲害了 我想我再不進入室內的地方 隨時會暈倒 所以先進入室內看一看 嘩 這些時尚的東西真的不太認識 為何事 Valentino 全部粉紅色 蟹也粉紅色 我真的不敢這樣出街了 看起來很招搖 先走一走 我很喜歡來原方商場 因為它又大又寬敞 然後又沒有太多人 尤其是這段時間 所以基本上你滾足溜冰 你踩單車 你坐跑 如果沒有管理員罵你都可以 剛才提過天仔一百 這個入口在這裡 但我今天就不會上去 大家有興趣 可以來到原方 上到天仔一百 可以在上面吃點東西 還有遠南九龍和香港的景色 好 繼續走一走 嘩 真是沒甚麼人 這個商場一向都不是太多人 尤其是這些高級的名店 還有現在經濟那麼差 不是每次都可以花費很多 買這些奢侈品 不過 看一看也無妨 這些最好 因為貴得根本是買不起的 所以只可以看 沒有問題 一定買不到 還有這個保格麗 這個好像是荷里活明星 這些女裝的手錶 都頗漂亮 好像有一款還有Moonface 女士戴真的很漂亮 還有這個Frank Müller 看看那些手錶 雖然現在我看到Frank Müller 的感覺 還有2000年初見到它的時候 當然是有些差別 那時候當然是火熱一點 而現在我一看到Frank Müller 的手錶 當然了 其實喜歡的話 你又負擔到 你其實都可以買的 但我經常想起 它的新錶 其實那些折樣都頗多 還有全新的手錶 所以很多時候都令我卻步 不過它的設計當然是特別 Frank Müller 一定不是走通型手錶的始創者 不過表表姐一定是 他將這個設計在現代更加發揚光大 之後有很多其他品牌 都用了它類似的設計 其實真的很多 即是Richard Müller 、Ublo 、 還有很多Micro Brands 當然現在都越出越多的走通型手錶 咦 講開Richard Müller 旁邊也看到 我很喜歡它的玻璃設計 整支手錶的剪影 咦 有一款放在這裡 看一看這款 這款是RM6701 Automatic Extra Flat 即是Extra Flat 即是夠薄 又真的頗特別 因為平時看過的Richard Müller 都大大隻 又紅色、又綠、又黃色 這款相對地低調 但它其實都是泰金屬 以及它說鎖鎖都用白金做的 其實它應該還有其他手錶 不過好像可能左頭未放出來 就只放了這款 跟大家先看看 價錢也沒有 不要緊 你買得這些錶 價錢也其次 最重要是心頭好 這些錶限定也有幾百萬 幾百萬喜歡就買了 不用想那麼多嗎 其實我現在代入有錢人的角度 想想一下 我自己當然買不到 所以都沒有這個煩惱 基本上看一看 很漂亮 OK 這樣便可以走 這裡的名店 其實我都是走馬漢花 其實還有很多名店 而且它都分開幾個區 每個區都有不同的店鋪 也有看到 Chopas Cartier 然後再走前一點 就應該有Piaget 對呀 Piaget 都可以在廚窗上立立 如果沒有人罵我的話 又可以拍一拍 看看有甚麼好看的手錶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呀 剛才不是說的 白鱢 白鱢 女士一定會喜歡 其實它也推出多了運動錶 即是Polo S 都可以讓大家看看 我記得2016年 Piaget再重新推出Polo S 系列 當時 其實全不秀港的版本 是定價約8萬港元 現在沒有展示價錢 但我記得網上定價 已經是超過10萬港元 所以它流胸錶面的款式 最起碼應該是24萬至25萬的價錢 真的很貴 所以大家看看吧 我相信一定會有些錶迷 像買Richard Mille Richard Mille 幾百萬 這款二十多萬 OK啦 沒問題啦 畢竟都是白鱢的手錶 我也很喜歡它流胸錶面 真的很漂亮 24萬至25萬 不知道大家會否考慮 白鱢這款Polo S 手錶 好 看完Piaget 又先走前一點 看看還有甚麼手錶 我印象中應該還有VC Veteron Concentre 很開心 剛才本來不是說想去西港文化區 用Casioke來對比AP Royal Oak 但其中一個Holy Trinity 就不讓我進去 現在好在看到另一個Holy Trinity 最頂尖的三個牌子 就是這個VC 它也有Petrimony 這個比較dressy的系列 這裡還有一款 應該是叫做56的Complete Calendar 是56 這款的定價應該是三十多萬港元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剛才看到的Piaget 以及現在的VC 其實都要遞屬於Richmond的集團 看到近年的發展 都有點相似之處 就是本身這兩個牌子 都是非常之高端的 每次入門都說是十幾二十萬的價錢 但當然它也想更多人會買它的牌子 所以通常它的標殼可能用貴金屬造 用了這個不鏽鋼 將價錢調低了 變成Piaget推出了Polo S 剛才提到入門價 當時是八萬左右 現在這款VC 其實開始推出56的時候 我記得最便宜的那款是九萬多 即未過十萬 對於這款VC的牌子來說 簡直是破天荒 但同一時間推出了最便宜的版本之後 就陸續加一些complications 可能是計時 例如Piaget的Polo S 加了這個計時功能 這款VC又加了金項 再加Complete Calendar 或是Full Calendar 即是調低價錢之後 吸引了注意力或買了之後 接著便推出一些貴金屬的版本 所以這款是三十多萬 以及剛才那款流空的Piaget 是二十多萬 其實我每次來到圓芳商場 或九龍站上蓋 都彷彿去了一個平衡時空 即是大家在外面常見到兩宋飯 經濟很差 然後很多吉舖 好像經濟非常之不太行 但進來的圓芳 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一個非常高級的世界 好像不受外面任何環境影響 真的很特別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 Piaget、Richard Mill、VC 沒有辦法 正所謂 買不到皇家像樹 就買龍家像樹 買不到VC56 就買Aura 65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你帶得來舒服 而你有負擔度 你又喜歡這支錶 便可以了 其實我走來走去 在名店前前 前面走來走去 都是戴著這隻Carsio的手錶 價錢就是千多元 對不對 其他錶就十幾萬 幾百萬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最重要是你對自己有自信 這樣便可以了 如果你對自己沒有自信 其實就算你帶一隻幾百萬的Richard Mill 你都帶不出那個感覺 所以其實為何要這麼辛苦 玩錶而已 你玩錶 不要讓這支錶玩你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可以負擔到那支錶 你又喜歡 戴得舒服的話 這樣便可以了 好 雖然今天我進不了去AP展覽會場 不過不要緊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隻Carsio的手錶 以及可以看到其他的漂亮錶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品牌 支持我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推出多點去 找多點可愛的手錶 以及這個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Bye Bye